好 必須要說疫情真的開始升溫了 就連陳時中指揮官他自己都說 目前有每50名的入境者就有一人染疫 現在桃園機場 只要是機場 都算是一個極高的風險區域 所以他表示說 有可能未來會取消高風險國家的規定 除了不留以外 只要入境台灣 全部都列為高風險的國家 等於說要全部來住集中檢疫所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 像是這個1月8號的時候 桃園機有將近3000人入境 入境者的確診率是2% 醫師就推估了在1月16號之前 可能都會是一個入境高峰期 1月16號這個日期怎麼來的呢 因為我們要知道的是 大家想返鄉就是為了要過年 你為了要跟家人吃團圓飯 所以你一定要提前回到台灣 你這樣子才有機會 因為你還要在隔離 還有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間 那他們醫師就推估了1月16號之前 都會是一個入境的高峰期 當然有人可能會放棄團圓飯 可能會想要過可能大年初二 或者是元宵節等等 所以可能一路到1月底之前 都有可能會是入境高峰期 另外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 王仁賢醫師他說入境時仔細檢查 染疫就直接關起來 不要讓這個病毒跑進防疫旅館跟社區 他說不管是哪國人 只要發現問題就應該先關 但是我們又怎麼知道他先染疫了呢 現在我們的這個快篩機制 其實不算真正的快篩 因為你當場快篩之後 並不是當下知道 是你快篩完之後就送集中檢疫所 或者是隔離旅館 可能你兩三天之後才發現 這個結果出爐了 然後才發現染疫 所以現在這個醫師黃高斌 他就特別說 在機場應該要啟動新的快速檢驗的技術 市面上有一種新的PCR的 快速檢驗的工具 花個兩三千塊錢 裝個新的機器 你20分鐘就可以知道結果 等於說你才剛入境 剛篩檢還沒出關 基本上行李還沒拿到 你就可以知道結果了 一有結果就立刻送到醫療單位 來做這個後續的治療 而不是放任這個確診者 進到集中檢疫所 或者是隔離旅館 然後隔離旅館 可能又有空調的問題 導致病毒傳播 目前最近幾例 可能就是這樣傳播開來的 所以他說機場方面 可能要再加研 然後並且來裝設最新型的機器 另外我們來看到 這台淘基線在第一線的人員 通通都在擴大的採檢當中 大約有九千多人 必須要全數的做PCR的檢測 就是因為現在疫情升溫 在八號就已經有兩人快篩陽性 一個人是負責機場 首退車的人員 另外一個是工作人員 但兩個人其實彼此不認識的 怎麼會因此染疫呢 就怕國門現在守不住 疫情會失控嘛 所以指揮中心決定要擴大採檢淘基的 所有的員工 必須要在三人六小時之內全部檢測完畢 信使公司清潔員依序排隊 七百多名員工再次全員裁檢 想不到深喉唾液PCR 結果還沒出來 竟就先爆 例行快篩淘基友兩人呈現陽性 陳時中證實快篩陽加二 其中一人是信使公司 推售推車的員工 與清潔工不同部門 另一人則是淘基一般工作人員 兩人都送PCR裁檢 但淘基疫情急速升溫 指揮中心也決定 緊急擴大篩檢 全機場八千人都得做PCR 也在機場廣設三處裁檢點 八號九號兩天 要立拼將八千人全數驗完 這是入境旅客動線 才調整高危險紅區設置 專用動線 避免與其他人接觸 怎麼還是造成 爆全手推車人員 防疫司機一一中標 直擊手推車作業流程 從入境旅客手中 結果推車一批員工 推到定點 再由另一批員工 推往行李轉盤 疑似就是這接觸過程 危機重重 熱心保全幫入境旅客提東西 同樣也接觸 與防疫計程車司機 幫忙放行李一樣 也許這短短幾秒病毒就上升 淘擠群聚直飆聲 感控人員急進駐 實地規範防疫細節 就怕疫情從國門擴散 再不防堵就要失控 記者吳俊瑋 黃玉蘭 SG小組 桃園採訪報導 要請記者吳俊瑋 與十二日三人裂 先記者吳俊瑋 從後來 請記者吳俊瑋 從後來 煽水 現在製造活鋭 所作人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